一头大奶牛被关进牢房 虫子张开大嘴钳子飞快地冲上去 大奶牛直接被剁成牛肉酱 然后虫子的一条腿被打断 但他依旧保留石城的战斗力 想要彻底杀死他 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攻击他的妖子 故事发生在23世纪的地球 人类科技已经到了星际旅行的地步 开始到处建立殖民地 为争夺银河系的统治权 但人类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虫族 他们繁殖能力极强 严重阻碍了人类的争霸之路 因此人类与虫族的战争在所难免 地球联邦急需大批士兵 用一颗凑巧撞到地球的陨石为借口 通过洗脑让人们相信 是虫族向地球扔了一颗陨石炸弹 蓄意煽动民众的仇恨 从而达到侵略虫族星球的目的 男主瑞克是一名富二代高中生 整天跟女友卡门打情骂俏 这让一直暗恋瑞克的蒂斯看在眼里 酸在心里 瑞克每次都对蒂斯的爱事而不见 唯独钟情于笑话女友 卡门是学校漂亮的优等生 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还是全校养目的女神 然而当卡门看到瑞克的数学成绩 只有35分还被同学嘲笑时 他似乎觉得这是别人的事 与自己无关 在一场球赛中 瑞克的老对手山德扑向他 结果扑到了看台上 却正好扑到了瑞克女友的脚下 卡门对着这个学习成绩 更加优秀的山德同学很有好感 在得知山德即将进入兴建学院后 就是开50万吨的军舰 卡门问山德是否要去参加毕业舞会 瑞克立刻吃了一坛无名老醋 怒火中烧地告诉回到场上的山德 别打他女朋友的主意 山德的答复是情场如战场 毕业舞会上 蒂斯避开卡门并邀请瑞克跳舞 这一夜过后 两人或许就再也见不到对方 心存多年的秘密终于破口而出 只可惜对方已有了心上人 所以机会是寒气逼人的灵 卡尔一副色相地前来邀请蒂斯跳舞 一场哭戏变成了无奈的微笑 卡门得知山德毕业后 可以直接去军舰当军官 便主动贴上去套近乎 这让瑞克心里很不适滋味 为了追随女友的脚步 瑞克违背父亲的意愿不去上大学 而是转去参军 可以说为了卡门 他几乎和父母断绝了关系 但瑞克和卡门以及朋友卡尔三人 面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未来 成绩突出的卡门 前往星际舰队报道 好基友卡尔因为天赋异比 被战略决策部门抢走 而瑞克这种学渣只能当个大头兵 加入机械化步兵团 成为直面虫族的英雄 说白了就是给虫子送口粮的 仔细看地中海的双腿就知道 三个部门相聚数百光年之外 下一次相遇不知何时 三人相互许下成梦 将会永远都是好朋友 从此一个在天上飞 一个在地下跑 瑞克的爱情注定将充满曲折 来到了新兵训练营报道 瑞克被大家训练的热情所感染 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炮灰 教官从监狱里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手段 融入到这些新兵弹子的日常训练中 所以瑞哥的教官非常严格 一位士兵要跟他交手就被打断骨头 这时一只暗恋瑞克的蒂斯突然前来报道 比他的能力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何必来给虫子当口粮 看来他对瑞克的确是真爱 接下来就是每天的日常训练非常艰苦 但是瑞克反而乐在其中 大家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一起洗澡 第四本以为两人关系可以更进一步 但瑞克一点也不为所动 毕心只想着做卡门的舔狗 经常主动给女友录视频 视频的另一边 卡门也成了一名出色的飞行员 对冒险非常感兴趣 驾驶一架小型飞行器在基地上空 华丽的动作快速而灵活 同行的女孩问他为什么快乐 他的回答不是瑞克而是战舰 由于卡门表现突出 他晋升为50万吨战舰的副驾驶 令他意外的是 他的教官正是珊德 原来珊德也被卡门的美貌所吸引 刻意申请成为卡门的助脚 来了个进水楼台先得月 卡门顿实验中闪过一丝一样 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于是几天后 瑞克就收到了卡门的视频 卡门问瑞克有没有当上班长 瑞克在镜头后露出得意的笑容 镜头切换 卡门向瑞克展示了宇宙中美丽的外星球 然后告诉瑞克 他想成为一名职业军员 未来想要指挥一艘战舰 他需要把握机会 由于这个原因 他们也许会没有时间交往 所以两个人最好分开 将来还是好朋友 结果扭头就跟珊德闲聊喝着咖啡 说话间他的眼里闪烁着爱意 果然唯有失业成男人皆可泡 被绿到发慌的瑞克陷入失恋的痛苦中 然而倒霉的是接连发生 在一次实弹训练中 一位队员说头盔坏了 瑞克好心帮助队友修理头盔 结果导致对方脑袋被榴弹击中 当场身亡 在面对长官的质问时 他作为班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于是瑞克被解除了职务 并且在公开场合 他被处以最严厉的编刑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开始怀疑人生 觉得自己不是当兵的了 决定离开部队回去继承家产 可是就在他和父母通视频通话之时 信号却突然中断 紧接着军营开始出现骚乱 所有人都涌向了广场的大屏幕 原来万星虫族突然袭击了地球 不到一个小时就杀死了上千万人 瑞克的父母也没能幸免 现在他的女朋友没了 他的工作没了 现在连家也没了 愤怒的瑞克立即重新加入了部队 这也彻底激怒了地球联邦的高层 星际大元帅第一时间宣布对虫族宣战 并派出十万精锐部队乘坐宇宙飞船进攻虫族 全球上下人人愤慨 连无辜的小强也被孩子们拿来泄愤 人类对这场战争充满信心 毕竟对手只是一群智商低下的虫子 出征前瑞克在战舰上居然偶遇了卡门 已不再是恋人的两人相遇 本来已经是场伤胆的一幕 然而珊德的出现却将温情机的粉碎 这一刻瑞克似乎明白了一切 卡门选择了更优秀的军官 而他却只是个小兵 瑞克心里实在憋屈的不行 因为抱得美人归的珊德此时还出言挑衅 让浮躁的瑞克立刻动了手 好在大战临近 蒂斯劝开了瑞克 告诉他这样不值得 卡门此时只是站在中间 没有去劝阻任何一方 只是在最后站到了珊德一边 这也彻底结束了他与卡门的感情 很快庞大的剑群 就抵达了虫族所在的星星 联盟派出大量武装力量 要深入虫星地表 十万仙头部队进入舰载机 指挥官下达了死亡命令 那就是杀死所有两条腿以上的生物 让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士兵们抵气十足 准备给虫族致命一击 这场人族与虫族的大战 即将拉开序幕 然而等待他们的 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巨大陷阱 地球联邦得知虫子的弱点后 立即出动十万先锋武装部队 提前抵达虫族老巢 他们认为地球机动部队的强悍火力 可以轻松灭掉虫族 很显然联盟高层低估了虫族的战力 电疆虫是虫族最强大的防空力量 和重火力炮台 它可以从屁股发射 杀伤力强大的等离子炮 精确攻击行星轨道上的目标 威力足以将一艘星际战舰轰成渣渣 虫族母星外 人类派遣的战舰正缓慢靠近 无数的登陆运输船 降落在虫族母星上 慌乱地躲避着电疆虫的攻击 而星舰上的人们却淡然地看着一切 根据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 电疆虫的攻击无法穿透星舰的防御系统 突然一艘星舰被凌空射爆 才打破了宁静 很快舰长意识到 情报部门对虫族的判断有误 但此时舰队已经全部进入 电疆虫的攻击范围 数以万计的飞行舰队被打得损失惨重 只能仓皇地躲闪 看到这种情况 机械化步兵团再不阻拦 他们的巡洋舰都得弯弯 到时候真的插翅也难逃 幸运的是 电疆虫和所有远程攻击武器一样 在开炮时是毫不设防的 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但很快机械化步兵团也遇到了麻烦 他们遭遇了一只勇者虫的袭击 吓得所有人赶紧开枪射击 但他们的外骨骼坚硬无比 四只前腿犹如一把致命的利解 可以轻易攻击敌人 最后在高密集的火力面前 终于把勇者虫歼灭 哪成想前方又出现数以万计的勇者虫 早已等待多时 将大兵们吓得目瞪口呆 这才是真正的大部队 虫子们准备让这些侵略者有来无回 瑞克下达了攻击指令 一位女兵被吓得转身就跑 可惜还是逃不掉 下一秒就被一只勇者虫拖进了洞穴里 原本杀死一只勇者虫都相当的费劲 一开始步兵团还可以凭借人数优势 清理了周围的虫子 但是随着虫子的数量越来越多 人类士兵被打得溃不成军 本以为是来歼灭虫组的 没想到瞬间变成另外一场屠杀 人类在短时间内就伤亡惨重 大兵们不得不边打边退 有些直接就开始逃命了 敬业的记者还在现场报道情况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勇者虫直接抱了起来 比他还敬业的摄影师 还在全程跟踪拍摄 瑞克让他赶紧逃命要紧 可惜他们还是低估了虫族的速度 片刻就追了上来 吓得后面的队友赶紧拼命反击 但根本就没有用 瞬间就被按在地上剁成了碎肉 这可把瑞克气坏了 拼命的疯狂射击 掩护其他的队友撤退 敬业的摄影师直接被一击毙命 气得瑞克愤怒的打光了所有子弹 才把虫子击倒在地 但还是被虫子捶死的反击 飞了一条头 已经再也逃不掉了 很快他就陷入了虫族的包围 只能拼命的反击 最后生死未卜 这一战使人类伤亡惨重 不到一个时辰 十万大军就全军覆没 因为决策上的失误 联邦元帅引咎辞职 换了一位激进的新统帅 他公布了自己的策略 那就是必须先足够的了解重组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画面回到太空中 上千艘残破不堪的舰队已经返回基地 屏幕上不断滚动的阵亡人数 上升到了三十万 卡门立刻在名单中搜寻瑞克的名字 发现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让卡门悲痛不已 闭时间难以接受 殊不知瑞克根本就没有死 而是被置身在溶液中 抵制腿上的巨大伤口 蒂斯发现瑞克还活着 可把他高兴坏了 他拿着死亡报告 大喊大叫告诉瑞克 你已经挂了 并告诉他他们将加入硬汉部队 在离去时 蒂斯看似只是突然想起 转身回来隔着玻璃给了瑞克一个吻 这个吻持续五秒 也许这就是男人需要的爱吧 瑞克伤势痊愈后 曾经的部队连同他剩下的三个人 被编入到了新的作战部队 瑞克惊讶地发现 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竟然是他的高中老师赖奇 而他们的命也是赖奇救下的 赖奇在军中的威望极高 他率领的硬汉部队 是所有陆军中杀敌最多的部队 吸取了上一次的惨痛经验 最高统帅下达了新的攻击指令 采取了新的攻击策略 准备再次踏入虫族的核心区域 对于大规模集群的虫族虫海 首先使用轰炸机进行地毯式轰炸 能用核弹的绝不会浪费子弹 等大部分虫族被解决后 再让地面部队前来清理战场 围剿虫族残余的有生力量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虫族的潮雪 三只虫子从洞里冲了出来 很显然他们是要保护潮雪 为了将他们彻底歼灭 瑞克果断扛起核弹头 直接一炮轰出 瞬间摧毁了方圆五里外的潮群 随后他们来到一处空旷的峡谷 士兵们迅速把残余的虫子团团围住 不给他们突围的机会 就在这时 地面突然发生剧烈的抖动 一只重达3.5吨的巨型史可狼 突然从地下钻出来 吓得士兵们纷纷四散而逃 史可狼喷射出一种 具有俯视性的易燃液体 转眼就把一名士兵灼烧杀伤力极强 而且他皮糙肉后难以击杀 瑞克健壮纵身一跃 跳到了史可狼的背上 立刻对准史可狼的腰子一顿疯狂扫射 尽管史可狼身上的甲壳坚硬 还是被瑞克打出了一个20米的坑洞 疼得史可狼撕心裂肺 开始不停地抖动身体 试图把瑞克甩下来 但20米的大坑对史可狼来说 则是致命的打击 瑞克在被史可狼甩飞之前 将一枚手榴弹扔进了史可狼的伤口 然后顺势摔到地面上 史可狼瞬间发生了爆炸 随着爆出的血浆溅到瑞克脸上 这一刻瑞克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 纵然是硬汉部队的指挥官 也从未见过瑞克这等英勇神迹 自然对他十分赏识 并破格提拔他为中卫军衔 在瑞克的成长过程中 陪伴在瑞克身边的是蒂斯 还有导师一般的赖奇 和一起成长的黄毛 瑞克任命蒂斯为新的班长 蒂斯高兴的何不拢嘴 他本就暗恋瑞克 现在成了他的左膀右臂 两人的关系终于倾尽了一步 经过一整天的搏命厮杀 硬汉部队漂亮完成任务 举行了庆功宴 赖奇搬来了满满一桶啤酒 和可以玩的东西 让士兵们尽情享受 当然也少不了黄毛心爱的小提琴 舒缓的音乐响起 宛如高中毕业时的舞会再次出现 蒂斯不必再偷偷摸摸 想办法去约瑞克共舞 这一次他直接冲上去 挽住了瑞克的手臂 然而瑞克却再次拒绝了蒂斯 这时赖奇叫住瑞克给他上一课 蒂斯就是看到好的机会 这才是真爱 男人应该珍惜二十多岁时 陪在自己身边的女孩 因为那个时候你一无所有 而那正是女孩最美的年纪 舞会结束后 瑞克带着蒂斯回到了他的帐篷 但还没来得及做任何事情 赖奇突然就来通知两人 将军在前线视察时遭到袭击 需要他们立即前往目的地支援 当看到藏在被窝里的蒂斯时 赖奇心领神会 笑着多给了他们十分钟 二十分钟大概够用了 在屁星球上天空挂着三轮弯月 印汉部队正在前往一个哨战区救援 却浑然不知他们已经被飞虫盯上 下一秒直接将侦察兵雕走 等他们想要救援时已经为时已晚 赖奇只好一枪击毙了他 免得被虫族肢解的生不如死 还不如给他个痛快 随即并嘱咐瑞克 哪天我也被虫子请主 你也得这么干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但还是晚了一步 所有的战士都被虫族给团灭了 从现场的痕迹来看 是虫族从地下挖了一条地道 潜入基地杀光了所有人 另一边帝斯也发现了新情况 坐在通讯器前的士兵 大脑竟然被虫子吸干了 这种死法还是头一次出现 难不成是虫族又派出新的品种出来 此时外面的柜子里传出了动静 打开一看 原来是将军躲在柜子里幸免于难 但他已经受惊过度与无伦次了 不过还是从他的话中得知 一种巨大的脑虫可以控制人类 故意向指挥部发出求救信号 然后设下陷阱 打算将部队引诱到哨所一举歼灭 似乎在人类研究虫族的同时 虫族也在寻找人类的弱点 这时侦察兵发现了虫族来袭的消息 想要撤退也已经来不及了 赖奇赶紧命令手下做好战斗准备 少战之外大帝开始颤抖起来 前方数以万计的虫族如潮水般涌来 这将会是一场硬仗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严防死守 利用基地剩下的有限力量拼命抵抗 这场战斗将给战士们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等虫子们进入射程之内 无数的子弹疯狂地射向了虫群 虫族前扑后继汉不未死的冲锋 这绝对是人类对抗一族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士兵们疯狂地倾泻子弹 可虫子的数量远比子弹还要多 光靠这点人 根本抵挡不住如此庞大数量的虫群 何况虫族还有飞行部队在空中支援 形势岌岌可危 随时都有士兵阵亡 瑞克等人成功躲过了飞虫的袭击 并趁机对飞虫发起了反击 不料飞虫临死之际反扑 拉走个将军当垫背 不少虫子已经开始强拆营地的钢架 只要外围防护架被拆掉 那么这些人肯定都得凉凉 瑞克立即通过无线电呼叫空中支援 请求派遣最疯狂的飞行员前来营救 但源源不断的虫子 已经冲到哨战的墙下堆积成山 堆积的尸体成了其他虫子的垫脚石 士兵们拼尽全力阻止虫族爬上围墙 但部队的子弹即将耗尽 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就在赖气换好弹药 准备继续开火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铺天盖地的虫族大军 还在源源不断的集结 战事已经到了白热化 他们已经无力抵挡 只能退到基地里等待救援 稍有不慎就会被虫子当场刺住 然后丢给外面的虫子肢解 然而这最后一道防线 他们必须严防死守 短暂牵制虫群的进攻 但也有一些虫子直接冲破防线 杀进了基地 里面的士兵快要顶不住了 生死存亡之际 救援机及时赶到 赖气赶紧下令尽快撤退 再晚就来不及了 幸存下来的士兵开始有序撤离 来救援的正是飞行技术高超的山德 就在赖气准备撤退时 谁能想到这时虫子又从地底发动偷袭 不少士兵措手不及又陷入了深坑中 赖气不断地向下射击 也不知道偷袭的是什么虫子 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出来 然后像是陷在了绞肉机里面 开始痛苦地挣扎着 瑞克和蒂斯健壮连忙上前营救 但已经为时已晚 赖气已经被地下的虫子砍掉了双腿 在赖气痛苦的央求中 瑞克不情愿地执行了赖气之前的命令 一代硬汉就此殉命 这是一只士科狼从地底下窜了出来 关键时刻蒂斯吸取瑞克上次的经验 直接拿出手雷 趁他正要喷火时 赶紧往他嘴里扔了一枚手榴弹 刹内间炸掉了士科狼的半个脑袋 蒂斯高兴地大声欢呼 这时瑞克的警告声响起 还没等蒂斯反应过来 就被身后冲来的虫子给予致命一击 吓得瑞克赶紧带着队友前去营救 在众人集中火力奋力反击下 终于救下了蒂斯 但由于伤势过重已经无力回天 犹豫了片刻 瑞克还是忍痛拔出他身上的尖刺 然后几人搀扶着他飞快地登上了飞船 突然又一只巨型史科狼 攻破了防御围墙 两名来不及逃走的士兵 直接被史科狼喷出的 毅然液体灼烧殆尽 而此时虫群仍在不断逼近 就在这关键时刻 飞船成功飞离了地面 史科狼不甘心他们就此逃离 还在不断地喷出三昧真火 无数的虫族在下方愤怒地咆哮着 机舱内瑞克紧紧地抱着蒂斯 蒂斯只能看着瑞克止不住的流泪 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死在了所爱之人的面前 蒂斯是幸福的 然而他又是不幸的 好不容易获得的幸福 居然再也抓不住了 但这就是战争 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感受到战争的伤痛 瑞克此时心如刀脚来到驾驶舱 通知舰队尽快轰炸这颗星球 没想到救援机驾驶员 正是他的前女友卡门 卡门以为瑞克阵亡了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他 两个人似乎该有千言万语要说 但在看到舰队即将开展进攻之后 他一言不发扭头离去 这足以表明瑞克和蒂斯之间才是爱情 回到基地 部队为蒂斯举行了葬礼 瑞克在葬礼上发言 他想起了赖奇在课堂上问他的问题 公民和平民有什么区别 他今天终于明白 公民有勇气为人类安全挺身而出 蒂斯和赖奇都是光荣的联邦公民 导演也对蒂斯怀着极大的敬意 因为蒂斯享受了整部影片中 唯一一场军人葬礼 士兵们向蒂斯最后告别 蒂斯的灵鹫飘向太空 生命得以平静 葬礼结束后 瑞克遇到许久未见的好基友卡尔 卡尔如今已经晋升为忠孝 卡尔亲口告诉瑞克 他们早就知道少战会有陷阱 但为了证明虫族是否拥有智慧 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制定各种计划 让无数的机动大兵去送死 然后找出虫族有智慧的脑虫 从此虫族将不再是威胁 所以下一步的作战任务 就是搜寻脑虫的位置 瑞克也成了硬汉部队的新队长 他下达了部队的作战指令 或许是预感到了危险 虫族提前开始了攻击 数以万计的电疆炮被发射到外太空 人类的舰队遭到了电疆虫的致命打击 卡门驾驶的50万吨战舰瞬间被击中 很快就断成两截 全体船员只能弃船四散逃窜 一片混乱中 大部分船员都被吸进了太空 只有卡门和山德乘坐逃生舱脱离了飞船 这才幸免于难 结果逃生舱在着陆的时候 两人的运气有点背 一头扎进了虫族的洞穴里 好在有惊无险 很快卡门联系上了 正在附近执行任务的瑞克 刚想报告他的准确位置 瞬间就被出现的虫子包围了 他只好放弃通话 赶紧拿起武器开启战斗模式 最终两人势单力薄被虫族活捉 通话中听到卡门传来的惨叫声 瑞克陷入了沉默 知道他们没有生还的机会 他决定放弃营救继续执行任务 然而奇怪的是 这些虫子并没有立即杀死他们 但却遇到自己生命的终结者虫族首脑 失去反抗能力的山德 将随身携带的军用敌手交给卡门 在虫族女仆的簇拥下 一只巨大而丑陋的脑虫隆重出场 他就是虫族殖民地的指挥官 口中伸出的针管可以击穿头骨西石人脑 面对这种情况 山德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在向虫族首脑挑衅后 脑虫并没有给他一个痛快 扑斥一下戳穿山德的天灵盖 一遍又一遍地往嘴里吸他的脑浆 随着脑水不断吸进嘴里 脑虫可以获取人类的情报和知识 但要达到这种效果必须吸取国人的大脑 而接下来就轮到了卡门 就在脑虫要动手的时候 卡门迅速拿出匕首 挥手砍断脑虫的西石管 疼得他撕心裂肺 摇晃着臃肿的身体 就在卡门即将遭殃的时候 瑞克手持核弹头及时出现 聪明的脑虫当然知道这东西的威力 为了保护手脑的安全 虫子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脑虫命令手下赶紧掩护自己逃跑 黄毛立刻把脑虫的坐标告诉其他人 前往另一的洞口拦截 等到脑虫退回巢穴后 虫群一拥而上立刻发起攻击 瑞克赶紧带人冲向出口边打边撤 在几人的相互配合下 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片刻攻击 洞口就堆满了虫子的尸体 但还是有一名队员遭到了重创 临死前他抢过瑞克手里的核弹头 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引爆核弹 掩护其他人撤退 瑞克等人逃到远处后 这才引爆核弹炸死追击的虫群 履行了黑人必死的法则 终于成功堵住了洞口 让瑞克三人逃出生天 当瑞克三人从洞里走出来时 却看见士兵们正欢呼着向远处跑去 原来是大部队成功活捉了脑虫 脑虫被五花大绑 他的身体臃肿腿脚缠弱 士兵们只好缓缓地把他拉出虫洞 卡尔走过去伸出手 感应着脑虫的思想 听到这个好消息 所有的士兵都欢呼起来 战斗至此 人类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脑虫被带回了实验室 科学家日以继验 研究它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 以便下一次一举歼灭虫族 可他们不知道这都是虫族的阴谋 人类在盘算虫族的同时 虫族何尝不是在给人类挖坑